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来说了妹 我是乘老师 今天开始我们来讲几个学校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CMU和皮子堡大学的院系的比较 同时也谈一下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选择 那么这两个学校CMU和皮子堡大学 他们都在我所在城市皮子堡 他们的排名在后人本科的综合排名 CMU是24名 皮子堡大学是65名 后人研究生排名CMU是25名 皮子堡大学是38名 皮子堡大学的研究性很强 在新闻周刊的排名CMU是26名 2021年 皮子堡是58名 这两个学校都是AAU 就是咱们所前面提到的 就是美国的985 这个CMU是1982年进入的AAU 皮子堡大学是1974年 在CWUR排名 就是中东排名 一个是CMU排了82 这个皮子堡大学排名72 这个原因我们到后边再讲 新闻周刊的排名也是国际排名里 这个CMU是94 这个皮子堡大学是43 他们的这个缩写 一个叫CMU 一个叫PIN 那么这两个学校 CMU是1900年才创校的 所以它的创校时间很短 类似的学校还有几个 比如说像斯坦福 像MIT都是这样 以后再来讲 那么它这里边有7个独立的学校 它有非常多的跨学科的协作 其中有工程学院 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 Mailon Institute 它的文理学院 还有商学院 还有信息技术和公共政策 还有计算机学院 那么这些是谷歌翻译的 我这边也列出原文 这个工程学院 Fine Art学院 就Fine Art学院 包括它的建筑艺术设计 还有它的戏剧 这都是非常强的 Humanity Social Science 就是社会科学学院 然后这个Colary Science 文理学院 Heper School of Business 这个很有名了 这是商学院 然后还有School 这是信息和公共政策学院 还有最有名的 就是ICS 那么它只有这7个学院 就是说它的很集中精力 在这几个学院的成长 主要是工程学院 计算机学院 然后皮造大学 它是1787年创建的 对吧 那个是1900 这1787 这是早了很多了 那么它有17个学院 根据它的创建的时间 不同 这里面有文理学院 是1787年创建的 商学院 只有研究生 是1960年创建的 这个本科的商学院 是1907年创建的 然后它的牙医 是1896年创建的 教育学院 是1910年创建的 那么工程学院 是1846年创建的 这个通用学习 是1932年创建的 它的健康和康复科学 是1969年创建的 大家从后面可以看到 皮子宝大学的 生命科学非常强 它的荣誉学院 是1987年创建的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 学院是2017年创建的 它是两个系合并的 法学院是1895年创建的 医学院是1883年创建的 护理学院是1939年创建的 药学院是1878年创建的 它的整个的 医学生命科学非常强 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 是1957年创建的 公共健康 是1948年创建的 Social Work 就是社工 是1938年创建的 这里面是这些 中文的翻译 这个作为一个公立的大学 因为它要拿州政府的钱 州政府说 我又需要工程师 又需要牙科医生 又需要医生 又需要护士 所以你作为一个公立学院 一般的旗舰大学 都是大而全的 匹大虽然不是旗舰大学 但是是宾州 第二大公立大学 第一大的是宾州州立大学 它有政府的要求 所以它一般的设立 都是大而全的 另外一个就是 CMU 它因为匹道大学 已经有很强的医学院和法学院 所以在CMU的创建当中 它就没有再设立 医学院和法学院 它只能注重七个学院 而七个学院 它最开始 就是由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计算机学院 从这几个 在发展出来的 这是这两个学校的特点 所以从这儿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公立学校 因为受政府的要求 没有太多的选择 它的院系比较大而全 私立的大学 像CMU可以凭自己 发展的意愿 来创建它的学院 比如说我不想培训护士 那我就不培训护士了 我多培训计算机的人才 工程人才 艺术人才 这个都是可以的 私立学校 它的发展空间更大 对国际学生来讲 你去公立学校 你是交外州的学费 去私立学校 也是交它的 私立学校的学费 这个学费 差不多不像本周的学生 比如说我在皮子堡 那我孩子去皮大 那可能只交 一万块钱 如果外州的学生去皮大 那可能要交三四万块钱 这个差别就非常大 所以它是给本周的 居民有一个优惠 但国际学生 并享受不到这个优惠 好 那今天咱们就讲到这 就是关于 凯基美容大学 和土道大学的 它的院系的比较 和公立私立学校的选择 希望对大家有做帮助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一下下山大拇指 这样平台推荐 更多的学生和家长 如果你有留学美国的问题 一段杂政 关于选校 关于什么的 可以在后面留言 我尽量安排时间来回答 有任何的意见建议 都可以在后面留言 感谢你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